4月25号,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随着峰会的召开,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游客也蜂拥而至 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逛秀水 已成为国际友人来北京的保留项目 近日,中心社记者来到北京秀水街 看看这里的外国游客都偏爱哪些中国商品呢 小小红校,这些过着 leave哪些 belongs 这些给呢 只看起来 荤岁城,写大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商场中丝巾 旗袍 西服等各类服饰 丝绸 陶瓷 茶具等各类工艺品琳琅满目 行走期间各种语言在耳畔此起彼伏 精通多国语言的导购忙着为客人介绍商品 除了普通的外国游客 不少国家元首级的重量级嘉宾 也是中国产品的狂热粉丝 去年的时候呢 在中非论坛的时候 嘉纳的总统夫人呢 就是到我们店里来 就特别喜欢这款的清明商合图 做了6米5的这个长度 完全可以展示出来 它既可以围 而且也可以表成软包装 表成画 完了作为一幅画 完了放在屋里面作为观赏 这个是土耳其总统夫人在我这店里买的这一件衣服 这个衣服嘛是代表中国传统意义的 有一点就是汉服改良版的 又有一点时装的那种感觉 这一套也是土耳其总统夫人买的 人家收藏的那种脑断真似的 有点像宫廷装 这一套是那个 意大利前总理夫人买的这一套衣服 他也特别喜欢 这个面料也是真丝的加刺绣的 除了中国商品 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也吸引不少外国朋友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 中国老师傅正在手把手 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学生 体验中国的毛笔字 我觉得它非常漂亮 我非常感谢这个艺术师 中国商品 中国技艺 中国文化 随着国际峰会的召开 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到北京 走进中国 五彩缤纷的中国产品 承载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爱上中国